來接孫 但再來 國民黨歡迎 山北北吉 簽名主席台 要求經濟中所情緒 就要簽隊這個 向他的事情頂頂來回應 收看台灣共政行 歡迎收看台灣上前行 台灣共政行 我是孟琪 選戰倒數64天 新竹跟台北的撒卡都 都打得非常的激烈 我們先來看一下新竹市的部分 高宏安占學歷的風暴 真的是滾雪球 現在原定原本是10月6號 要到中華大學的演講 已經先緊急喊咖了 說是要擇旗再辦 看到自己的子弟兵陷入空前的危機 柯文哲跳出來救火 沒有想到這不講還好 一講之後 他講出這個惡霸性輕說的比喻 反而被罵得更慘 不過柯文哲今天還是不認識言 他說只是用詞上比較強烈而已 好 那另外一方面 自詩為蔣家後代的蔣萬安 面對中正紀念堂的轉型論壇 居然選擇不去 人家陳時中黃珊珊都有報名參加 就讀缺蔣萬安 蔣萬安在擔心什麼 有什麼好不能說的嗎 稍後我們一起來討論 好 我們趕快先來介紹 今天現場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 我們邀請到的是民進黨立法委員 張宏露 孟七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我們邀請到的是民進黨 新北新議員參選人曾敬毅 大家好 好 再來邀請到的是民進黨 台北新議員參選人陳盛文 孟七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等一下還會有政治評論員 陳才能 宰狗 還有國民黨前青年部的主任蕭敬妍 都會加入節目討論現場 好 我們趕快來看 選戰倒數64天了 高宏安的論文抄襲風波 現在演變成失言風暴 一發不可收拾 今天高宏安現身的立法院 我們來看看他有沒有最新的回應 立院新會期開議 要表決了才見高宏安現身簽到 媒體關注的還是論文抄襲一雲 不好意思 我們要表決了 為什麼那個中華大學最後沒有去 還是沒有去參加演講 我們已經有寫聲明了 就是考量說其實他們學生會 也承受蠻大壓力的 所以我們就取消了這樣 世界高中是不是有點不滿 還有打電話便宜 世界高中其實是我們 小心那邊不能進去 謝謝 謝謝 因為校方說你們不要再牽扯到他們學校了 謝謝 高宏安不願多講 就怕發言又開花 畢竟日前他連續點名 中華大學和世界高中為自己辯駁 才讓校方很不滿 絕對不會也不可能去歧視中華大學 就像我在新竹 我們也有世界高中 校方也聯繫高宏安希望別再扯到學校 論文抄襲官房站 民進黨立院黨團新聞資測會 要求提供高宏安任職期間的業務執行 概況和相關資料 民眾黨正好借題發揮 柯總召你瘋了嗎 你瘋了嗎 這些側翼 這些側翼不理性的行動 但是你是身為一個民進黨的一個總召 你居然去做這件用國家的機器來做這樣的事情 民進黨所採取的策略就是一個打泥巴戰 民眾黨立委幫忙發聲民眾黨議員參選人李一晴臉書也發文 PO出和高宏安的合照慰問辛苦 但卻被網友發現是高宏安出資買廣告 網友留言猛酸 所以台大第一名畢業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這篇是誰付錢下廣告的嗎 了不起付錢 高宏安論文抄襲風暴 暴風圈持續擴大 一時半刻還難以落幕 好論文抄襲爭議現在真的是遍地開花 不過先請教聖文的是 在高宏安的這個學歷的這個論文抄襲的風暴之中 大家看到的是這個戰場每天每天都不斷地在擴大 因為先是高宏安他在自己的自清記者會講了 被大家聽到大家的解讀是覺得 你就是在貶低中華大學 那當然高宏安他自己之後有他的道歉聲明 不過確實這個話講出來真的觀感不佳 但沒有想到後續他又扯出了世界高中 高宏安說他怎麼會歧視中華大學的 他當然不會因為他也會去世界高中演講 鼓勵同學職人教育很重要 每個人在世上都可以做出貢獻 可是這個話前後文給你聽聽的 這個聖文大家聽起來會覺得有點奇怪 你到底講這一句是在吹捧還是在吐槽 這到底流露出什麼樣的心態啊聖文 其實這整件案件其實複雜度還算是有的 因為每一天他們都講出不一樣的話 那我覺得這整件案件有兩大點 可以來做出討論和大家來聊一聊 這一開始是高宏安他這個學歷的案件被爆出來 那有人報說說他這個學歷論文的部分 有一部分資料是來抄襲這個資 資策會的圖片和表格題目 直接複製貼上到他的論文當中 那基本上記者或媒體如果接到這部分的資訊的話 他要去做一個平衡報導 他不可能就直接全部報出去 他一定會說高宏安委員聽說這件事情 那你要不要來做出一些回覆 所以他這個記者會的時間呢 後續是開在九月二十號 但是當高宏安委員接收到這個資訊的時候 在記者會的前三天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去做修改他的論文 有一部分他引述資策會裡面的資料 引述上面的寫法並沒有寫得清楚 他是直接複製貼上抄上來 他在開記者會的三天前 把這些引述的資料 還有包括泄池的部分全部都補上去了 好這個是第一個問題點所在 如果這是事情爆出來之後 他在記者會大方的坦承 說他寫的論文上面呢 引述的部分的資訊並沒有寫好 我覺得大不會有這麼大的風波 但是他這種比如高知識的這種大頭症 肯定不會讓自己這麼坦承 說出自己的錯誤 所以他三天前就自己主動先把論文改好 是在開記者會之前改好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他一定知道他論文當中 有哪一些東西是超資撤會的案件 那是不是有點心虛 他就是心虛才會先去改 所以這是最大的問題點所在 所以他就是因為論文有問題 所以在九月二十號的記者會的時候 他才會把林志堅給拖下水 林志堅都已經沒有要出來選了 你還這樣棒打落水狗 甚至是把中華大學夜間部都扯出來 這無疑絕對是另辟戰場 那有些民眾會問我說 那高宏安他是不是不靈光啊 還是短路了 怎麼會去做出這種事情 但如果有人說這個講話他不靈光 我可能會認同 但高宏安委員他靈不靈光 我覺得他絕對靈光 他也絕對是一個聰明的人 他做出這個事情 就是要另辟戰場 想要開創出另外一個議題 把大家注視他論文的焦點 轉移到他對於中華大學的批評 而且這絕對不只這件事情可以進行做佐證 除此之外 連他新竹的這個世界高中 他也把他拖出來 被扯進去了 他說像我們新竹也有世界高中 那他有去做演講 說真的他說他不會去歧視中華大學 也不會去世界高 他也會去世界高中做演講 鼓勵同學 這個職人的教育也是很重要 這種態度會不會像那種高高在上的 我覺得你們技職的學校 那我這種高學歷的 我去關照你們 這種態度說真的 是讓人家感到非常的討厭 他在另辟戰場的第二間學校 就是希望他可以把大家的焦點 從他的論文案當中移出去 移到他對於其他學校的批評 然後最後還被世界高中的校長去打臉 他說根本就沒有這件事情 你只是過來去參觀我們學校 怎麼會說是來演講了呢 然後最後高宏安他也哭了 他用哭的來打悲情牌 但說真的 我們現在面對的事情 只是一個簡單的這個論文 論文就是一本書的事情 你一本書都要哭了 不是說我不聯想喜慾 是你一本書都要哭了 那你要選新竹市的市長 你是要承擔一個城市 未來的發展跟建設的 那如果做市長 是啊一個做市長 那未來如果你市政有問題 你難道也要哭的方式 說這個事實不符合嗎 但事實上就是你在說謊 從這個九月十七號 他的論文抽換到修改 再到九月二十一號 他扯出世界高中 再到他的論文說什麼 引用四千五百字 不是引用你的論文 是在引用他教授大學的論文 所以這整件事情 我們可以發現高宏安 他就是在模糊焦點 來去轉移焦點 這要大家要非常去仔細思考 順文覺得高宏安 最近這幾天的動作 都是在轉移焦點 包括說這個接受專訪到一半 後來因為高宏安落淚 所以中斷了大概有三分鐘之久 用這樣子落淚 表示說自己很委屈 真的有辦法挽回一點人氣嗎 我也要請教紅路委員 因為剛才講 不只中華大學遭殃 現在還有一間就是新竹的世界高中 人家校長昨天也趕快出來澄清 校長說高宏安確實有來 可是他只有參觀這個烘焙科 跟美工科的教室 只是參觀教室而已 並沒有像他說的 有對學生演講 他真的不希望校園 捲入政治的紛擾 不過校長還是很善意的解讀 他說他也相信高宏安沒拍意 不過講到這個演講 高宏安是確實沒有到世界高中演講 不過他原定的計畫 是10月6號要到中華大學去演講 可是現在好啦 現在經過了這一波之後 現在本來10月6號要去中華大學的演講 還有簽書會 通通都要喊咖了 說是暫緩舉辦 之後擇旗再辦 那紅綠委員你怎麼看 這個從這個原本 原本應該是很高興的 要選自己的人到學校去演講 照理來講是很珍惜這個機會的 怎麼會到最後演講喊咖 因為去不了 網路上如果大家 這樣怎麼去 沒辦法去的 網路上如果大家有去看到的話 就我們中華大學的學生說 我是日間部的 我是要跪著聽你的演講嗎 因為防守要來啊 對啊 那我是夜間部的 我夜間部的 我是不是要趴著聽 我跟你講 將心比心 我如果是中華大學的學生 或是他的校友 我聽到這個 我真的一定也是不開心啊 你的言論就是貶低了我們學校嘛 對不對 雖然全世界啊 都有這種高學歷啊 就會覺得說 你就比較厲害 你會讀書 可能你的能力也會比較強 然後所以你能夠考到好的學校 你有高學歷 這個萬班皆下屏 我有讀書高 全世界大概都有這種的看法 包括很多的企業什麼的 你的博士畢業 你的薪水當然是比較多一點啊 那表示說你的能力高一點 但 並不是所有的人有高學歷 他就會有用一種不同的角度 去看別人 但是高宏安這一次 我個人的認為是說 他所有的言論 就讓人家感覺到 他是一個精英主義的心態 我再說一次精英主義的心態 我最厚啦 我學到這麼多 你們這個不會學到 你們學到不好的法 你沒有我厚啦 我覺得讓我感覺是有一個這種心態 但不要忘了 有很多人沒有辦法念書 念到很高學歷 是有很多的原因 不是他的能力不好 為什麼 以前我們的上一代 我可以念書念得很好 但是呢 我沒有錢啊 我沒有錢念書啊 環境不允許 環境不允許 環境不允許的很多啦 我們的上一代 很多人都會讀書 但是他都沒有錢 都會讀書嘛 要怎麼辦 他國中筆壓是國中筆壓 他就要去做事 要去做工作嘛 有很多人是能力很好 但是沒有錢念書的 那有的人 他可能他沒有繼續升學 他是為了他的興趣 像我們世界高中什麼人 有高職技職的等等的這種的 我是要學的一技之長 所以每個人的環境都不一樣 不能說我讀書 我念得很高 我博士學我什麼 我就會比較好 這一次讓我真的感覺 他所有的言論 讓人家顯示出 讓我感覺到 他會認為說 我就 我是高人一等的這種精英 這樣的情況 我認為會有很大的麻煩 你看 中華大學就反彈了嘛 對不對 你台大了不起喔 那我中華大學 有比你差那麼多嗎 對不對 然後他高宏安的整個的講話 他就是一直顯示出 他的這個 我會念書 我高人一等的精英心態 包括講 他是什麼匪陶匪什麼的 這個說真的 張宏露也沒念什麼書 我看到匪陶匪 我還去問人家 什麼是匪陶匪 結果 沒讀書跟張宏露 背桌 很多人也不知道 什麼是匪陶匪 後來才知道 哎呦 這個也不是所有的 這個就是 這個哲學理工 理科工科 才有的東西嘛 像我們念文主的人 我怎麼知道 對不對 這不 我不認為說 你特別去講這個 你講這個 就是要特別提醒人家 我是菁英中的菁英 我是菁英中的菁英 這樣子 要去凸顯 他可能 為了這個 要去打擊 這個林志堅的這個論文 但是他沒有想到 你已經暴露出了你的心態 那我擔心的是什麼呢 一個要當市長的人 市長等於是 這一個城市的一個大家長 你的小孩會突出 跟不會突出 跟你的小孩能力好的 跟能力普通的 你要一視同仁耶 當市長的人 是要有這種心態耶 那你如果沒有這種心態 我認為市政做不好 因為你聽不進去 別人對你的建議 一個市長如果聽不進去 別人對你的建議 我認為你不可以 不能夠接收到好的建議 你也不能將心比心 去處理所有的市政 這點是我比較擔心的 但你說 你會念書 你的能力好 你的能力好 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一件事情 同理心 我再說一次 同理心 當市長的人 一定要有同理心 不說 你老闆車 別人跟你說 你都沒聽 這樣你做得好 不可能 為什麼 如果你都認為你自己最厲害 聽不進去別人 我跟你講 這個會耽誤到很多市政的推動 因為市政都是解決一般市民 他認為重要的事情 但如果你的市長是這種心態的話 哎呦 你家前面的那個水溝堵住的是小事情 你來找我幹什麼 這不是我要處理的啊 會有這種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啊 這一次突顯出啊 高宏安他的這個精英的心態之外 也突顯出他還沒有準備好 可以去當市長 為什麼 除了你的這個高傲的心態之外 你看去接受訪問 竟然可以暫停三分鐘 你可能覺得你受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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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哎 如果今天你服務的程式受到了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 馬上要及時處理的重大事件 你如果抗壓性這麼不夠 你怎麼去帶領你的程式去 去處理這些事情 扛得住壓力嗎 這也是一點 你一定要扛得住 你扛不住 你沒有辦法處理 事情來了 你驚慌失措 那你怎麼處理 對不對 很多的事情 哎 我們簡單一個舉例 如果颱風來 淹個水或什麼的 你市長承受不住壓力 那你怎麼辦 那些所有的市民在等你下決策 要怎麼第一時間怎麼做 處理緊急事件 市長首長的第一時間下決策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你連這樣子壓力都撐不住的話 我會認為說 如果真的讓你當了市長 事情來了 你可能找人家開會啊 開會五次 你還沒辦法做結論 那怎麼辦 錯失了黃金機會了啦 好 剛才委員有講到 要當市長的人 這個同理心真的是非常重要 從高宏安的話當中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同理心夠不夠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要繼續來請教翟哥 因為現在高宏安所開闢的戰場 這個已經不只是說被質疑論文抄襲的問題 現在變成說佔學歷 這個議題真的非同小可 現在有一種在網路上 一發不可收拾這樣的趨勢了 我們收拾一下 稍後馬上回來 她是非常多謝謝 1 2 3 1 2